这位道士来到一处猴穴,拿出地图一看,发现此处正是他一直寻找的宝地,于是伸手转动四肢灵猴石像,下一秒石像放出金光聚集在一处,随后一旁的石门被打开,道士见状大喜,急忙走了进去,里面的景色犹如仙境一般,而道士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盗取猴穴的金瓜王。 道士拿着金瓜王离开猴穴,感叹总算是找到这个宝贝了,可就在这时猴穴的声音传了过来,要知道金瓜王可是猴穴的镇穴之宝,岂能落入他人手中,道士不愿留下金瓜王,而是打算带着他离开,可就在这时他不小心撞到了一位男子,道士反应过来后才发现金瓜王不见了,这让他很是着急,而一旁的男人因为找不到玉佩,便以为是被盗士偷走了,拉着他不让他离开,就在双方争执间, 猴王手托金瓜出现在道士身后,没等道士反应过来,一掌下去打瞎了道士的眼睛,道士健壮下的慌忙逃离了,男人以为猴王要对他下手,于是赶紧跪地求饶,声称家里还有妻儿老小,希望猴王可以堪扰自己一命。 没想到猴王伸出手将男人扶了起来,认为刚才要不是他相助,金瓜王早就被那个臭道士拿走了,猴王捡起吊在石头缝里的玉佩,看到自己的玉佩在石头缝里,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误会了猴王,为了感谢男人帮忙,猴王向玉佩吹了一口灵气,称已经在玉佩上施了法,以后不管男人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寻求他的帮助, 说完就化作一道金光回到了猴穴中,男人名叫老陈,转眼间二十年过去,老陈的儿子陈家贤已经长大成人,在林家的果园里做帮工,林老爷带着女儿金娘到果园视察,林老爷总认为家贤做事偷懒,金娘却开口替家贤说起了好话,说如果不是家贤每天认真工作,家里的果园也不会年年大丰收,金娘的话让家贤很是感动,何况她早就喜欢上了金娘, 这时林老爷提醒家贤口水都快掉下来了,弄得家贤尴尬不已,金娘为了不让家贤难堪,赶紧带着父亲离开了,父女俩离开后,家贤心中暗自窃喜,认为金娘也喜欢她,否则也不会帮她说好话,她拿起兜里的一个果子,把她当成是金娘说起了肉麻的话,这时家贤听到呼救声,赶紧跑过去查看,原来是一个女孩被老鼠夹夹住了腿,善良的家贤赶紧上前解救,还贴心地为女孩 包扎了伤口,女孩很是感激,但也纳闷捕兽家是谁放的,这样很可能会伤害到其他动物,世上所有生命都是很珍贵的,赶紧听后赶紧表示,她会将所有老鼠夹扔掉,免得伤害到其他动物,女孩听后这才感到满意,并介绍自己的名字叫仙玉,赶紧有些疑惑这里是林家的果园,仙玉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这里,仙玉赶紧解释自己是外地人,不小心迷了路,赶紧担心受伤的仙玉无法行走, 便打算亲自送她出去,林一边,二十年前被侯王打伤的道士再次来到侯雪,当年被侯王打瞎一只眼,影响了他的道行,好不容易才修炼回来,道士暗想此仇,不报非君子,他要拿到金瓜王治好自己的眼睛,道士像二十年前一样转动时下,却发现没有任何动静,猜测是侯王将通往灵侯仙境的路封起来了,道士气愤至极, 却也只能先行离开,来到街上后,他注意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想到当年的一幕,道士不有感叹真是冤家路窄,当年如果不是这个人坏了他的好事,他的眼睛也不会瞎,发誓一定要出这口恶气,回去后的老陈忙着砍柴,却不知危险即将来临,这时道士偷偷走了进来,趁着老陈不注意,一掌下去将他打晕在地, 当在闲回到家时,发现父亲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在闲很是崩溃,但躲在门口的道士却露出了得逞的笑容,在闲找到大夫希望他救救自己的父亲,可大夫告诉在闲,你的父亲已经没救了,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他,在闲不愿意放弃,他拿出带在身上的玉佩,想到曾经父亲告诉过他,只要拿着这块玉佩去侯学,就会出现通往灵侯仙境的路,但父亲也告诫他人妖书徒, 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最好不要进去打扰侯王的修行,在闲此刻有些犹豫,害怕父亲告诉他的只是一个故事,世上根本没有灵侯仙境,这时道士走过来,说看到在闲这么着急,提出要帮他解决问题,在闲不知面前道士的为人,便说自己父亲现在有生命危险,可村里的大夫都不肯上门医治,道士听后劝在闲去侯学碰碰运气,他听说侯学的侯大贤非常灵验,说不定可以救在闲的父亲, 在闲赶紧说自己要找的不是侯大贤,而是灵侯仙境的侯王,道士告诉在闲,他曾与侯王有过一面之缘,灵侯仙境中有颗金瓜王,上面的金瓜可以治百病,还能让人长生不老,得知灵侯仙境真的存在,在闲又燃起了希望,想让道士带他去摘金瓜,道士说他愿意帮忙,但二十年前侯王封住了去往灵侯仙境的路,在闲听后拿出玉佩 说有了这枚玉佩就能顺利进入,他不知道的是,道士是想利用他拿到金瓜王 在道士的带领下,在闲来到了侯学门口,他将玉佩放在十项前,奇怪的是没有任何反应,道士以为在闲是在骗他 妈妈咧咧地转身离开了,只留下在闲一人待在原地,这时他想到父亲曾交给他的咒语,念出咒语后大门果然打开了 还没走远的道士听到洞门开了,于是激动地跑了进去,来到灵侯仙境后,在闲不禁感到震撼 他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地方,原来父亲所说的都是真的 这时道士注意到不远处的金瓜树,两人立刻跑了过去,道士让在闲去摘金瓜 他则是站在下面帮忙接手,在闲小心翼翼地爬上去,就在他准备摘下金瓜时,被看守的侯仙抓了个正着 道士见识不妙急忙逃了出去,还埋怨在闲是个没用的男人 仙玉带着从人间摘来的水果,准备拿去让父亲尝账 原来他是侯王的女儿,也是灵侯仙境的公主 看到阿侯扶着一个人,于是疑惑地上前询问情况 阿侯告诉仙玉,刚才来了两个人想要偷取金瓜 可惜另一个倒是逃跑了,他只抓住了这个男人 说完还抬起了在闲的脑袋,仙玉看到在闲的模样 一眼就认出这是昨天救他的男人 倘若在闲被带到父亲面前,必定是死路一条 他为了报答恩情,便让阿侯将在闲送去他的房间 打算等在闲醒来后再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着毛茸茸的双手,仙玉害怕在闲醒来后会被他吓到 于是变换成了人形,不久后在闲苏醒过来 疑惑自己这是在哪里,看到面前的仙玉后 更是惊讶他怎么会在这里,仙玉解释这是在他家 看到在闲的手受伤了,于是用手轻轻扶过 下一秒在闲手上的伤口愈合了 在闲意识到仙玉会法术,急忙请求他救救自己的父亲 这时仙玉的猴子尾巴突然显露出来 在闲这才意识到仙玉是妖怪,赶紧跪在地上求饶 说他是因为救负心切,才会贸然闯进来 希望仙玉放过他 屋外的阿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不知道公主为什么要把在闲带入房中 这时侯王走了过来,问阿侯公主去了哪里 阿侯害怕在闲被侯王发现 只好谎称公主去了花园 侯王听后并没有产生怀疑 仙玉将在闲扶起来 解释自己不是妖怪 而是灵侯仙境的公主 在闲赶紧向仙玉道歉 他知道偷拿东西是不对的 可为了救回父亲的性命 他实在是没了别的办法 仙玉告诉在闲 偷拿金瓜在灵侯仙境是非常严重的事 但为了报答在闲的恩情 他决定送给在闲一颗小金瓜 还说上面最大的这颗就是金瓜王 也是灵侯仙境的命根子 如果没了金瓜王 也许灵侯仙境就会消失 在闲将道士鼓动他偷取金瓜王的事告诉了仙玉 仙玉怀疑在闲口中的道士是别有用心 不过这也见怪不怪 百年来许多坏人都想得到金瓜王 猜测在闲是被利用了 提醒他以后要多多注意 接着从树上摘了一颗小金瓜交给在闲 让他带回去救他父亲 并且不能被人知道 否则会产生严重后果 在闲为了感激 便将自己的祖传玉佩给了仙玉 告别仙玉后 他准备拿着金瓜回去救父亲 怎料这一幕被猴王看见 猴王见有凡人闯入 还带走了珍贵的金瓜 这让他很是生气 为了不造成严重后果 便施法让在闲忘记了在灵侯仙境发生的所有事 不久后在闲醒来他感到头痛欲裂 记不清发生了什么事 只记得是倒是带他来到了这里 这时在闲摸到了地上的金瓜 以为是猴王显灵了 急忙拿着金瓜回去救父亲 他把金瓜压成汁水喂给父亲喝 下一秒父亲的病痊愈了 还感到浑身精力充沛 在闲疑惑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于是也喝了一口金瓜汁 果然感觉身体舒服了许多 而另一边 仙玉因为私自把金瓜交给凡人令猴王震怒 则令他在房间里反省 还在门口设置结界防止他出去 仙玉为了逃出去 谎称自己肚子疼 门外的阿侯害怕公主真的出事 于是撤掉结界 打算进去看看情况 躲在一边的仙玉趁机用甜瓜砸晕阿侯 并趁机逃了出去 与此同时在闲因为要照顾父亲 好几天没有去果园工作 这让林老爷很是不满 说因为在闲没去果园 许多果子都被猴子偷走了 并表示要扣出在闲半年的工资 在闲希望林老爷通融一下 他和父亲就靠着这份工资生活 而且这些天他因为要照顾父亲 暂时不能去打理果园 林老爷气急败坏 说着就打算拉在闲去干活 在闲下意识地甩开 结果害得林老爷摔倒在地 林老爷以为在闲要造反 拿起扫把就打算教训他 这一幕正好被仙玉看到 于是施法让林老爷做出奇怪的动作 活脱脱像个猴子 只见他推着板车朝在闲走来 在闲见状直接推了回去 躲在一边的道士看到在闲 感叹他竟能从灵猴仙境逃出来 父女俩离开后 仙玉来到在闲面前 但因为在闲被猴王试了法 此时他并不认识仙玉 仙玉赶紧将两人认识的经过讲了出来 但在闲还是想不起来 仙玉没办法只好拿出在闲给他的玉派 在闲仍旧没想起来 还误以为是仙玉偷了他的玉派 仙玉听后赶紧解释 说这是在闲送给他的 因为太激动竟露出了尾巴 道士看到仙玉的尾巴猜测他是猴精 于是急忙朝着他走去 仙玉见到是来者不善 抢走在闲手中的玉派后迅速跑开了 道士将在闲带到树林里 询问他在灵猴仙境发生了什么 在闲被猴王消除了记忆 不记得那天发生的事 只知道父亲吃了金瓜后就康复了 道士得知在闲拿到了金瓜 赶紧让在闲带他回家看看 没想到两人的对话正好被金娘听到 他也不禁对在闲口中的金瓜产生了浓厚兴趣 来到在闲家里道士亲眼看到了金瓜 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在闲是怎么轻而易举把金瓜带回来的 老陈见到道士的样子有些眼熟 询问二人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道士怕老陈认出自己就是打伤他的人 赶紧谎称自己长期在山上修行 这是第一次下山 老陈听后这才打消了疑虑 这时道士一把掐住在闲 比他说出进入灵猴仙境的咒语 在闲只好告诉道士 他是凭借玉佩进去的 只是现在那枚玉佩不在他手上 道士威胁在闲如果再遇到那位姑娘 就把玉佩拿回来 否则他们父子俩只有死路一条 说完这才愿意放过在闲 另一边仙玉正疑惑在闲怎么不认识他 这时阿猴找了过来 劝说仙玉赶紧回灵猴仙境 还无意间将猴王消除在闲记忆的事说了出来 仙玉这才明白一切 打算去找在闲把事情讲清楚 如今小金瓜在在闲手上 如果他被利用 到时整个灵猴仙境都会遭殃 与此同时金娘和林老爷为了得到金瓜 特意邀请在闲来家里吃饭 在闲不知金娘的用意 一杯杯酒下肚 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 在金娘的询问下 他将去过灵猴仙境的事说了出来 林老爷听后大喜 赶紧让在闲带他和金娘去看看 酒醒过后的在闲十分后悔 如今身上没了玉佩 他无法进入灵猴仙境 林老爷以为在闲是在说谎 生气地辞了他的工作 就连金娘都对在闲失望透顶 说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他 这让在闲懊恼不已 而仙玉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他知道在闲已经忘了自己 所以不好出面 于是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了水果 父子俩尝了一口 发现里面的水果比林家果园的还要甜 然而就在这天 仙玉再次送水果时 被出门的在闲看到了 在闲看到面前的仙玉 怀疑他偷了别人的水果要陷害自己 仙玉赶紧解释他只是想报恩 说上次他被捕受家家道 是在闲救了他 在闲想起当天的事 这才意识到是自己误会仙玉了 因为在闲没有工作 仙玉便想到让他去街上卖水果茶 灵猴仙境的水果十分香甜 村民都很是喜欢 摊位前排起了长龙 在闲也因此赚了许多银子 就在二人庆祝时 道士突然出现 逼迫仙玉把玉佩交出来 见仙玉不肯于是跟他打斗了起来 仙玉敌不过道士的修为 被打得节节败退 眼看着道士就要下死手 在闲及时上前挡住 这才保住了仙玉的命 这时道士拿出一串佛珠 只见佛珠飞到空中散出光芒 仙玉也因此现出了原形 在闲看着这一幕不禁傻眼 这才意识到仙玉是之猴精 道士打算使出绝招送仙玉去见阎王 幸好阿侯出现替他挡下 并击碎佛珠让在闲带仙玉离开 道士本打算对付阿侯 但阿侯精通顺移之术 轻易逃脱了道士的魔爪 林老爷和金娘看到道士法力高强 便决定花重金让道士带他们去往陵侯先进 道士心想反正也没拿到玉佩 多两个替死鬼也没什么 于是答应了林老爷的条件 另一边阿侯找到侯王 说公主刚才受了伤 希望侯王赶紧去为公主疗伤 侯王听后生气不已 质问阿侯是怎么看守的 阿侯只好交代公主出去是为了寻找在闲 却被可恶的道士追杀 侯王愤恨至极决定亲自去往凡间 这边在闲因为被道士打伤 老陈和仙玉带着他寻找藏身之所 不一会儿眼前出现一间屋子 当屋子的主人走出来时 仙玉吓得大惊失色 因为这正是他的侯王父亲 父子俩睡下后 侯王问女儿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仙玉说他暂时不想回去 在闲如今身负重伤 他绝不能袖手旁观 何况在闲曾救过他 侯王害怕仙玉待在凡间会有危险 说什么也要让他尽快跟自己回去 屋里的老陈被父女俩谈话的声音吵醒 于是出来查看情况 竟发现了仙玉的猴子尾巴 还没等老陈说话 侯王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说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 那你就必死无疑了 听到动静的在闲出来 看到父亲有危险急忙上前帮忙 侯王也因此看到了在闲脖子上的玉佩 这才意识到老陈就是自己的恩人 为了报答老陈的恩情 他决定送给父子俩一个聚宝盆 说只要把他们需要的东西放进聚宝盆里 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但如果用聚宝盆做坏事 就会产生严重后果 之后又施法让在闲想起了他去领侯仙境的事情 在闲这才想起原来仙玉为他做了那么多事 为了不让父子俩被打扰 侯王在这间房子设下结界 让他们暂时住在这里 交代完一切后 侯王这才带着仙玉离开 第二天一早 倒是带着林家妇女来到这间房子前 正当他打算进门时 却被侯王设好的结界阻止 而老陈因为没吃东西 便想着出去找食物放到聚宝盆里 结果一出门发现倒是就在门外 屋里的在闲听到父亲的求救声 于是赶紧跑了出去 看到倒是想对父亲动手 在闲一把将他推开 倒是威胁在闲把玉佩交出来 在闲自然不会轻易交出玉佩 便谎称玉佩被仙玉拿走了 倒是倾信了她的话 于是急忙去追 在闲害怕侯王和仙玉会遇到危险 于是赶紧拿着玉佩追了上去 另一边倒是变成在闲的模样 找到侯王妇女 说自己想再喝一次仙玉做的水果茶 害怕这次分别后两人没了见面的机会 单纯的仙玉没有怀疑 就这样把倒是带了回去 身后的倒是露出诡异的笑容 以为自己的计谋就要得逞 而家里的老陈拿着聚宝盆出门时 正好被守在门外的林家妇女看到 林老爷和金娘猜测这个聚宝盆是宝物 于是直接从老陈手中抢了过来 老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妇女俩将聚宝盆拿走 回去后 妇女俩迫不及待想看看聚宝盆是否真的能发财 金娘把一只耳环扔进去 下一秒竟变出了满满一盆 妇女俩兴奋不已 赶紧将身上所有金银首饰扔了进去 只见金光一闪 盆子里出现了满满当当的金银首饰 妇女俩欣喜若狂 看来只要有了这个聚宝盆 他们林家不用种水果也能不愁吃穿了 就在妇女俩开心地把金银拿到手里时 下一秒金银突然消失不见 手上竟长出了猴毛 身上也开始起痒无比 看来猴王说的是真的 一旦用聚宝盆做坏事 就肯定会受到惩罚 与此同时倒是在仙玉的带领下 顺利进入了灵猴仙境 做水果茶时偷偷将一包粉末放入其中 然后劝仙玉帮他尝尝味道 正当仙玉准备喝下去时 猴王走了进来 倒是心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他盛了一碗水果茶给猴王 得知是女儿亲手做的 这才放下戒心喝下去 妇女俩喝完水果茶后浑身瘫软 身上的灵力也逐渐消失 倒是健壮兴奋不已 变回了本来面目 猴王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本想施法对付道士 可他的法力已经消逝 如今不是道士的对手 倒是使出法网控制住妇女俩 打算送她们归西 幸好在仙及时赶来阻止 但在仙只是一介凡人 也不是道士的对手 还被他死死掐住了脖子 这时阿猴赶到阻止 这才救了在仙一命 倒是见对方人多势众 便打算先离开 他来到金瓜树下 打算趁机摘走金瓜王 阿猴赶来阻拦 并再次使出了瞬移之术 但道士早有准备 拿出照妖镜破了阿猴的法术 之后又扔出鞭炮下的阿猴 没有还手的机会 倒是趁机摘下金瓜王 以为马上就能长生不老了 突然灵猴仙境开始地动山摇 猴王猜测是金瓜王被抢走了 如果不赶紧夺回来 猴灵仙境很快就会消失 道士拿着金瓜王准备离开 没想到正好被老臣发现 老臣知道这是灵猴仙境的宝贝 绝不能被道士抢走 说着就上前去抢 可道士又怎么会轻易放弃 一掌下去老臣没了动静 很快再嫌带着猴王妇女俩追了上来 逼迫道士将金瓜王交出来 可道士苦等二十年就是为了今日 又怎么会轻易交出去 他倒要看看打开金瓜王后会发生什么事 就在道士打算徒手剖开金瓜王时 突然闪电充斥了他的全身 就这样道士为他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 再嫌有些疑惑道士怎么会突然死去 仙玉猜测是上天有灵 不希望有道士这样贪心的人存在 所以才会让他得到报应 事不宜迟 大家赶紧带着金瓜王回到灵猴仙境 在众人的努力下 金瓜王被重新放回了原处 灵猴仙境也终于恢复了本来的模样 然而当再嫌回去时 发现父亲已经嫁和习去了 再嫌悲痛不已 跪求猴王救救自己的父亲 猴王说这都是老臣的命数 他也无能为力 但他承诺会将老臣的骨灰埋在灵猴仙境 保佑陈家子孙后代受到庇佑 而另一边林家父女俩因为贪心 浑身长满了猴毛 他们来到河边想看看自己的模样 竟发现水里出现了两只猴子 阿猴告诉父女俩 这就是你们滥用聚宝盆的下场 林老爷跪地希望阿猴放过他们两人 阿猴让林老爷看看河里 这些猴子都是被他们害死的 让他承诺以后每年拿出一半的收入做善事 才会让他们恢复原样 林老爷虽然舍不得钱 可为了能变成原来的样子 只能勉强答应阿猴的条件 一年过后 在前来到猴学祭拜父亲 他希望父亲在天上能放心 如今陈家靠做水果茶赚了不少钱 这时他注意到一旁有个女子在放鞭炮 于是赶紧阻止 说放鞭炮会破坏风水 但女子却说运气好是因为做了许多好事 和风水并不相干 说完便转过身来 在前这才看到这个女子是仙玉 许久未见的两人相视一笑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做人怎么可能长生不老呢 无视别人生命之人只能让自己短命 要懂得知足 不劳而获的财富并不属于你 这里是追魂影视 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持续推出 感谢朋友们的点赞